各位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到立法会 发表下年度财政预算案 看现场情况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已经身在立法会里面 他将会在早上11点发表新一份 2016年至2017年财政预算案 他之后会在下午3点半召开记者会 回答传媒的提问 而夜晚7点钟 他将会出席电视台联播预算案论坛 本台会现场直播 他在较早时在网子当中指出 今天发表的预算案是他任内第9份预算案 而预算案一系列的舒缓措施和宣布调整 可以为本地经济增长提供大约1%的提振作用 对于本地经济和就业市场具有重要的稳定作用 而网子的照片也揭示了 今次财政预算案的封面颜色就是红色 现在画面我看到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已身在立法会里面 而网子当中也提到每年编制预算案的核心团队 由服务科、政府经济顾问和财政司的私人办公室组成 有消息说估计今年的库房盈余或远高于财政司司长去年估计的368亿 也有消息说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会研究宽减利得税 亦都说会再度谈及香港的时装业 而在安乐服务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措施 现在看到立法会主食曾俊成 而早前来都有消息说 在缓索金方面 在我们首读和二读2016年拨款条例草案之后 会暂停然后下午三点就会恢复 我也要提醒议员 如果在财政司司长发言期间 议员的行为是极不检点 我必须命令他离开会议厅 这一次会议余下的时间 他都不能够回来的 没错 因为这三天是同一次会议的 梁国雄议员请你立即返回座位 梁国雄议员 梁国雄议员 我刚刚说完 如果你行为极不检点 我唯有命令你离开会议厅 梁国雄议员 梁国雄议员 立即返回座位 保持宿静 梁国雄议员 立即返回座位 保持宿静 梁国雄议员 法案首读 2016年勃款条例冲案 法案二读 财政司司长 到4,900日 而提提大家了 2,900日 2,800日 3,500日 2,600日 3,800日 2,800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